橘色衣服的阿嬤才剛轉身離開 只見黑衣男先是東張西望 下一秒身手抓了好幾盒香菸塞進包包內 確認阿嬤還沒回來 又閒慌到旁邊的貨架 再抓了好幾把零食 沒多久她又出沒在附近連鎖超商 看似一般客人 但根本是個把店家當自己家的小偷 柔欣嫌犯專挑只有藝人固定的超商 雜貨店下手一進門洋裝成大戶 霸氣的說要買好幾箱礦泉水 讓店員只能進倉庫拿 她就趁機偷香菸零食 從三月份開始 她用這樣的手法横行三重區 共十一間店首海 嫌犯犯案之前都會到永春街來這邊偷車 因為她觀察到一輛機車的鑰匙都不會拔 連續偷了五次 偷完之後再把機車停回原本的地方 永春街就這麼小 不管機車停在哪她都找得到 車主被偷了五次毫無察覺 看到警方上門也傻眼 差點就被誤認是小偷 還好她跟被害店家指認的特徵不符 這才驚覺自己的車禁淪為犯罪工具 柔欣嫌犯平常沒有工作就靠偷竊為生 她偷的香菸數量實在太龐大 警方不排除可能要拿去變賣 也因為拿別人的車代步當擋箭牌 還躲了四個多月才落網 店家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TVB的新聞成員 吳云亞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